好 我想其实我看到今天整个行情 在美国股市持续创高情况之下 也带动了台北股市今天早上开高 但是刚刚佑达点出一个很大的重点 外资常常它大卖之后隔天就大涨 常常大买之后隔天就怎么样 就开始下跌 为什么 大卖完之后筹码就是相对的稳定了 那自然而然就往上涨 因为全球现阶段在台北股市里面 我看到所有的不管是本土的法人 或者是一般的投资民众 我们对持股的信息都非常强 但是你如果去看统计的话 外资去年卖了6000亿 我问佑达 外资卖的对还错 那今年为什么要太担心它呢 所以它反向操作的话 你去留意 只要它在操作过程里面 它在相对位阶低的地方 它卖它可能是觉得说 短线它涨不动了 它开始在换股 它也是怎么样 看哪边有机会刚换的边走 它也是在追 但我认为投资民 如果用它的方式去操作股票 你一定怎么样 很容易受伤 你看它昨天卖掉太阳能 今天太阳能最强 好 那我跟大家讲 我过去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经验 你看我都是提前用生活选股 帮大家选出新的一个股票 好的股票 位阶低的 像这一波段我看到一档股票 我真的感到非常欣慰 8086的浮华 优待记得我们前两个礼拜 还跟大家报告过 浮华这家公司 还记得吗 我们当时都在讲 对不对 有面板题材 隐藏版的面板题材 又有资产概念 你看我们当时介绍10块钱不到 这个礼拜连续商跟涨停板 其实今天大同集团都蛮强的 没有错 但我们是用领先让大家 去提前布局卡位的观念 跟大家报告 好 那你再看 我之前很早很早跟大家报告过 USB4.0高速传输的概念股 3322的建顺店 今天创123个月新高 车用题材IC的6129普城 创120个6月 120个 126个月的新高 那你看今天又再大涨 包括说像8183的金星 今天再创新高 有一直看东森 投资品牌的投资媒 都知道 我都是用这样子 提前部署的方式 让大家去做一个 提前卡位的一个观念 所以不要太担心 外资他的买卖照 因为他去年都做错一整年了 今年就不用太过于担心 那回来看 我看到今天为什么 太阳能会全面的大涨 请大家注意哦 昨天美国股市在苏国安 过关的利多是全面喷出 但苏国安是要做什么 拜登的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是什么 刺激他的基础建设跟经济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钱发下来 就是要做相关的一个基础建设 跟经济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到 昨天涨最多的是什么 Sung Power 对 好 Sung Power大涨 还有谁 还有像什么 玉辉阳光涨12个percent 大全新能源 涨15个percent 金科能源涨10个percent Sung Power也涨了9percent First Solar也涨了4percent 所以太阳能今天涨 美股跟台股联动合不合理 合理 第二个 相关的太阳能股 是不是都是已经整理了一段时间 还没有创高 这也是资金在流动的 再来 我刚刚讲到基建 不只有太阳能 还有就是你看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像 美股里面的巴西国民钢铁 它涨了12.04percent ZK国际集团 这是什么 不锈钢管的公司 它涨了10.25percent 美国钢铁涨7.05percent 好 这些都是昨天盘面抢 所以今天相关也开始在抢 那我在看到这个 二月营收啊 连续成长的股票里面 台股的太阳能 先由谁开始涨 茂迪 哇 连续三天大涨 644三流元金也大涨 6477的安吉 也开始再往上涨 这个就是你要去 联动到的逻辑 所以太阳能 是今天的强制族群 跟美股做联动 另外就是 中钢今天也要开出 4月的钢铁盘价 这预期铁矿下都大涨 加上日本大陆 产能调控 钢价就是上涨的机会 应该是持续 所以我认为 现在投资朋友 在看行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做布局 你要卡位全球 再涨的题材 你逢低先买 你不要等到 都新闻出来 消息出来 人家股票大涨 所以才去做追进 就像这个周二 佑达你记不记得 这个时候我跟大家报告 有一档股票 我说它是 6485的点序 我说它有小群联支撑 我只要小群联 对不对 我说拉回是 卡位布局的时机点 从周二我们提完之后 连涨四天到今天 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今天要帮大家 再找到一样 它是具备有 太阳能题材 今天太阳能非常强 这是有什么 团体产业保护 个股的一个利多 再来钢铁涨价 然后又拥有整个台湾 最完整的屋顶型太阳能 发展团队 在南部还有高达 十万坪的土地 C党拥有国家六大战略 产业潜艇公司 这就是第三季 EPS创49季新高 二月营收年增 57.8% 全球最大单一 镀面钢厂 2023的夜回 好 那大家在听我刚刚在说的是 美国的1.9亿的索困金 其实它大多数的钱 它是要去做什么 除了发给一般民众之外 它就是要做基础建设 因为一个德州的大风雪 让大家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美国基础建设的薄弱 而其中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 第一个 当时候在停电的时候 大家用什么 用特斯拉 用太阳能在发电 所以这个一定是 最重要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说 太阳能还是哪一种最有用 一定是特斯拉马斯克 他在说的太阳能屋顶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屋顶型太阳能 我认为是未来未来的 一个太阳能整体趋势 而叶辉在这个团队里面 他组成了一个什么 组成了一个太阳能的一个集团 他们主要大汉钢银铁厂 钢铁集团 他们一起在提供 整个太阳能发电的一个服务 他结合包括天太公司 瑞和控股 世新科技跟博力能源 这个组成一个大联盟的一个国家 对 这个专门在负责整个系统开发 管理顾问 运营 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 最合理的一个支架设计跟钢材 而叶辉负责是哪一块 就是所谓的钢材 他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 光吃彩的这个自由品牌 大汉钢铁里面 这个未来的钢铁 大约有300亿的商机 这个就是 亦会可以主要去什么 去取得的一个营收成长的一个动能 所以我说看到今天太阳能 全部都在大涨 好 那我要去找一个位阶相对低 同时不只有太阳能在涨的题材 它又有钢铁涨价的题材 重点是 它的钢铁为什么值得大家去注意 现阶段如果都要用太阳能 大家知道太阳能都是加在户外 对不对 风吹日晒雨淋 那当它的支架都是用钢材的时候 你就要选 它可以耐用 可能五年十年都不用换 甚至于二十年都不会生锈的 那就是 叶辉他所做的这个专利的一个产品 它这个镀芯 镀芯的一个烤镀铝铁钢板 这个厚度是世界第一 厚度高达0.2公分 它是预涂了五个百分点的这个 铝铁的烤镁钢板 基本上都不太会生锈 那我们在想过去太阳能板 它大概五年 整个它这个面板的一个部分 就已经开始为什么损坏 然后相关的支架开始在锈使 但是现阶段 只要是物体型太阳能 大约它整个厂的一个 系统的一个装机 到开始用 到运营 整个的计划 通常会给你 前15年到20年的一个运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钢材能够维持更久 对 未来的一个 这个成本效益来讲 就会更高 而且啊 叶辉它其实行销全球136国 不管是大陆 美国 西班牙 葡萄牙等等 在相关太阳能的一个 的一个场案里面的一个钢材 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个叶辉的 所以我说 它有这么多的题材 而股价的一个部分 在现阶段来看 它是属于什么 相对强 来 你看哦 这一波段 其实太阳能很多股价 回档非常深 但它基本上 选择在1月2月 这边整理完之后 现阶段股价 全面的一个多头 它离前波高点14.8 只有一步之遥 而它第三季的一个获利 单季因为它有活化资产 来 这就是很重要 这些老牌的钢铁厂 它们的土地资产非常多 在南台湾地区 有将近10万坪的土地 刚刚开始在做一点点的一个 的一个活化资产之后 它去年第三季 单季EPS就高达0.6元 哇 单季高达0.6元 那就代表它是非常 非常的一个 这些资产是非常有效益的 所以我说 它股价现阶段 又盘了将近两周的时间 开始开始转强 外资大家可以去看到 外资过去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都在买 那钢材又要涨价 我觉得像这样的个股 具备有多题材 投资源有在操作部级上 我认为会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那丰鲁老师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你毕竟提到钢铁族群 但是蛮多的投资人 第一印象就是说 那我要买老牌的话 那我不如买中钢或是中红 而且在中钢的部分 可能外资啦 投信近期的布局比较多 但是以这目前的股价来看的话 因为中钢连续已经休息三天了 那现在有没有挑战前高的机会呢 好 我想 其实你如果用获利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中钢去年 整年多获利只有0.05 好 那现阶段当然 刚才它是所谓的一个龙头 再加上全球的一个基础建设 如火如荼 但是我认为 它应该也有挑战前波高点的一个机会 但是毕竟 股本相对又更大了 对不对 1500多亿的股本 你要让它大涨 其实机会相对是比较少的 那相对而言 2014的一个中红 它去年 毕竟在第四季 全年还有0.37元 所以它现在股价位阶 就相对比较 它比较强势 股本也比较小 但是我认为 投资认有在布局的时候 应该要布局多方面的体材 像我刚刚所说的 又有太阳能 又有钢材涨价 又有新的一个产品 可以被市场接受 而且活化资产的动作 持续在进行 股本又不会太大 那相对钢材里面 我认为最看好的是它 那其次的话 我倒认为 前段时间 尤其在昨天 我们跟大家持续在报告 相关的IC设计 电子族群在进行转强 IC设计一定是领先的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 从礼拜二开始介绍的点序 挡到这里的话 持续在大涨 那继续再扩延到 昨天所说 像爱普 昨天公道涨景 今天还在大涨 去棉花IC设计 不管是金利科 今天还在大涨 相关位置还比较低的 大家也可以再看看 像6533的金星科 这是联发科集团的一个 很重要 RICC的这个公司 那这个股票我认为 投资朋友也可以 一并再做观察 另外像4968的利基 那今天是在平板下 但是大家仔细去看的话 它是我刚刚所介绍的 这些IC设计公司里面 去年获利表现最漂亮的 外资昨天其实也有买 那你看 今天这个股价 其实还没有创新高之前 投资朋友也可以 一并做注意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